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趣味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到上节课为止呢,我们整个课程的基础部分就结束了 然后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进入实践部分 也就是说我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这个整个趣味验证码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流程 OK,在开始编码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需求就是实现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有一个标题,它提示我们请点击下面图中所有的 然后叉叉叉叉叉,然后我们给出8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去点击这些图片 它会告诉你你点击的图片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就是是不是中国名声 如果是的话,它告诉你是中国名声 如果不是的话,它就弹出来一个框 告诉你这不是中国名声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编码环节 这个整个需求还是很简单的 但是里面会涉及到一些空间的使用和一些逻辑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去用代码实现我们的工程 第一步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我们 把之前的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删掉 整个删掉就可以了 我们要一个空白的课程 然后绿色背景就绿色背景 这个没什么问题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我们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删掉 我们留一个干净的环境 然后这些生命周期函数我们也不需要 但是全部都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个也删掉 我们留一个干净的工程 OK做好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按我们的需求来进行编码 这个工程呢 我们会结合interface builder和纯代码的形式这两部分都会用到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UI label用来显示 就是告诉他我们选择下面图片中应该是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然后还是我们需要一个ID outlet 然后一个我们可以叫做title label 然后它是一个UILabel类型 我们声明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然后拽一个UILabel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UILabel 然后呢上节课当中我给大家讲一下 UILabel的使用 然后我们给这个Label加两个约束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个按钮 可以快速的给我们这个Label来加上它的一些最简单的约束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它自动给我们的Label加了两个约束 然后这两个约束一个是距上端的约束 另外一个是距中的约束 然后呢我们这个Label就已经是距中的了 然后就我们就这样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运行下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距中的Label 然后呢我们再去修改一下我们这个Label的文字 我们不在这儿 我们用程序改吧 因为我们后半部分的那段文字是需要变化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连上 然后我们用代码去修改它里面的文字 因为它里面的文字是在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不在那个interface builder里面来设置了 我们直接用代码去设置 然后我们设置的self 然后点title label text 然后呢它设置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我们可以设置成 比如说 请选择 我们用什么呢 就用那个吧 请选择中国名声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Label了 然后下面我们还需要8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一部分的编码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一个UI wheel 然后来放置我们的8张图片 就是8个image wheel 为什么要放在一个UI wheel上呢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到时候整体的去改变 这个8张图片的位置就会比较容易了 如果你没有那个 哦这个地方拼错了 我们修改一下 如果你没有把它放在一个UI wheel上呢 你就8张图片 你去移动它们整体的时候 就不是很好移动 我们可以叫做back wheel吧 这样容易一些 然后我们再到interface building里面去 然后我们拖一个UI wheel出来 然后这个UI wheel我们让它占全屏的宽度 然后我们还是默认给它加上它缺失的这些云 然后我们还需要自己再给它添加一些 我看它加的够不够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它自动加了这些约束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我们再进行一些修改 我看样子 它这个约束加的是有问题 直接就崩溃了 我去检查一下它的约束的情况 可能不是这个的问题 应该是刚才我们改了名 果然把这个干掉 然后重新连一个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所以说这个拼写错误是很可怕的 有时候就会出一些问题 没问题 那个系统给我们自动添加的约束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去修改一下 让它离这个文字更近一些就可以了 我们向上 它距那个70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没问题 然后它距下端有一个79的一个宽度 这个就是它整个这个label的约束 然后有了这个约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再放一些东西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在uiwill里面放8张图片 还是我们先把uiwill连上去 backwill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代码里面操作我们的will了 也可以在这个will上添加subwill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will中添加8个imagewill 但是如果我们用interbuilder直接拖8个imagewill进去 这样的方法是一个很不科学的方法 因为这样我们要想改其中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去修改它的样式 然后一个一个去设置它们的图片 这样是很麻烦的 所以呢 这一步我们直接使用 呃 我们直接使用 for循环 然后来直接用代码创建8个uiimagewill 然后把它们放在我们的 呃will上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使用我们swift的for循环for in 呃 应该是这个 然后 那咱们直接给一个i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从0开始 这个如果大家学过swift的话 就一定对语法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然后这样我们一共到8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这个for循环一定会一共会被执行8次 然后这个i是从0到7的 我们在这儿创建uiimagewill 呃 然后 imagewill 然后我用我们生成一个 uiimagewill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设定它的frame 它的frame 我们既然我们的宽度是整个页面 那我们这个8个的话就是除以4 但是这样是几个图片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刨去一些 嗯 应该叫间隔吧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呃 我们的 因为我们要两行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计算一下这个行高 然后我们需要根据这个i去算我们当前的这个应该是处于第几行 哦 这样的话其实会比较麻烦一些 算了我们不这么写了 我们直接简单一些吧 我们写两个复循环 然后第一个生成第一行的第二个生成第二行的 这样会更省事一些 然后首先我们的XX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具体计算我们先不进行 我们用i 然后它乘以我们的宽度宽度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self有一个我们那个will controller有一个will然后我们这个will的frame 我们不在这里写在这写吧这个will然后willframe点size宽度对吧 然后我们用i乘以这个宽度这个宽度还得再除以一个4才可以 但是大家记住swift是一个墙类型的语言 所以这样是会报错的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声明一个它的宽度 然后呢这个宽度我们要把它设置 因为这个是cg float float乘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整数出法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修改一下 这个还比较麻烦 我们先把这一个复制下来 ok然后呢我们把i变成cg float ok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乘法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一个cg float 所以我们不需要动 然后我们cg这个呢也需要一个处理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地方这样吧 它直接除以一个cg float 然后4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不用除以4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的它的x的值就是i的值乘以它的宽度 当i是0的时候呢它x值就是0 当i是1的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宽度 然后外值我们直接设置成0 它的宽度呢就是我们的宽度 然后高度既然是方块嘛 那高度也是这个宽度的值 这样我们就初始画好了一个image wheel 然后为了大家方便 我们先给这个image wheel加一个背景色 直接设置成红色吧 这样看得清楚一些 然后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back wheel上面去 这样我们的back wheel上就有了我们现在的4张图片 然后这一部分代码我们先注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先 运行一下模拟器 OK我们运行模拟器 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第一排已经是我们的image wheel 但由于它们之间没有间隙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4个image wheel 然后呢下一步我们把下一排的那个image wheel也搞定 然后因为这个复循环也需要用的宽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从复循环里面拿出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用 然后我们把这个解除掉 然后直接把所有的代码都复制进来 我们唯一需要改变的呢 就是它的外值 外值因为我们可以改成 为了让它有一个空隙 我们可以改成 然后加一个5的这样一个空隙 这样呢我们这个生成了第一排的4个图片 然后呢第二个复循环生成了 在第二排的4个图片 然后它们中间呢有一个5的间距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生成了两排图片了 然后这两个image wheel我们给它复制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显示出来我们的八掌图片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样我们就很快速的生成了八个image wheel 然后呢我们给它复制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 然后修改起来也比较容易 如果我们直接用interface builder来建立呢 你想直接拖八个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代码写起来反而比较容易比较简单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应该会翻 就是分成上下两节 然后这节课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这节课我们带着大家实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它包括一个显示title的一个UILabel 然后呢请选择中国名声 我们可以在代码里面去改它的显示的文字 然后呢之后我们用代码的形式来生成了八个image wheel 然后呢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会给这个image wheel添加一些点击事件 然后为什么我们没用UI button呢 因为我想给大家讲一下那个 我们苹果里面自带的一些手势 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一些wheel增加手势的 然后单击也是一种手势之一 所以呢我们会用这一个东西来实现我们的点击事件 然后剩下的都下节课再给大家讲 OK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区别验证码系列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